郭老肉 今天这个视频我将带给大家一个非常好吃的古老肉的做法 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都需要准备哪些食材 那在这里呢我准备的有猪内籍这种小礼籍非常嫩 那么这里呢有两种甜椒菠萝洋葱 面粉 淀粉 泡打粉 料酒 生抽酱油 我非常喜欢的蜂蜜 糖 水淀粉 盐 黑胡椒 还有一些油 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小礼籍准备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礼籍呢就是这种瘦瘦长长的 一般在市场上卖或者在超市里卖也都买到一根一根 那是这样的 那么呢这个小礼籍我们用不了全部 我们就用一半就可以了 我们一分为二再一分为二 然后呢把它切成稍微大一点的块 差不多两公分间方 切好肉以后呢我们稍微放上一点点盐 料酒还有黑胡椒把它拌匀腌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肉拌匀以后呢就放在一边腌着 差不多腌5分钟10分钟就可以了 那么把菜板和刀都洗干净 现在我们来准备其他食材 我们把甜椒洋葱都切成大块 差不多两公分间方就可以了 我们的菠萝呢也切成这样的大块 菠萝加在肉菜里非常美味 现在呢我们来调这个酱汁 今天做的这个古老肉呢 我会放一些我自己平时特别喜欢的蜂蜜 我们这个蜂蜜呢有特别浓郁的花香的味道 我们差不多放一茶勺进来 它会给这个古老肉带来很特别的一个味道 然后糖 酱油 还有一些盐 然后呢 我们再撒上一 稍微倒上一点点热水 不是开水啊 是热水就可以了 一点点就可以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现在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猪肉 把面粉 淀粉 还有我们的泡打粉加进来 我们把猪肉呢给它挂个姜 这时候呢可能你的猪肉比较干 然后我们加一点点水进来 或者是你可以加一个小的鸡蛋 或者是蛋清都可以 把它调匀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肉上挂了一层薄薄的姜 那么然后呢 现在外面也没有太多的干粉 也不是特别湿 像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了 现在呢我们开始到厨房烹饪 你在这里呢 小奶锅里面有放上适量的油 现在我们来看看油温 大家可以看到像这样呢 这样的猫大泡泡就可以把我们的肉放进去了 把肉放进去 可以听到滋滋拉拉的油炸的声音特别棒 那么在这里呢 我平时家里要是做少量食物的时候呢 我会用小奶锅来炸这个炸制食物 所以这样呢一个是炸制效果比较好 而且呢它也比较省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小窍门 我们用中火呢 把肉炸成这样的金黄色 然后呢就先把它捞出来 等一下呢我们再复炸一次 在这里呢我们又把油温加热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不停的小泡泡在翻滚 现在呢我们把所有的肉倒进去复炸 我们复炸第二遍的时候呢 大家一勺子翻弄的时候 就可以感觉到这种脆脆硬硬的这种感觉 证明把它炸好了 然后呢颜色也比起前身了好多 现在我们就可以关火 把它捞出来了 在这里呢我们又另起了一口锅 放上适量的油 一点点油就可以了 油热了以后我们把洋葱放进去 炒出香味来 这时候大家用中火 偏大一点点就可以 不要用太大的火 洋葱出来香味了 现在我们把肉放进来 然后呢我们把甜椒放进来 这时候呢还继续保持中火偏大一点 我们把它翻炒一下 现在呢我们可以把我们调好的酱汁倒进来 全部倒进来 然后迅速翻炒 好了 翻炒匀了一下 以后呢稍微让它收一点点汁 差不多也就是一分钟左右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菠萝放进来 继续翻炒 哇非常漂亮啊 闻到非常棒的这个蜂蜜带来的清香 现在呢 我们还继续保持同样的火 我们把水淀粉放进来 水淀粉就是淀粉加上一点点水来调制的这种淀粉糊 那么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用的时候呢我们要把它搅拌均匀 因为淀粉容易沉底 淀粉是比较容易沉底的 倒上一点点来收一下汁 然后呢我们把它翻拌 非常棒的颜色 非常美的味道 这样我们基本上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把它倒出来 这是非常适合孩子吃的 非常甜甜的 然后亮晶晶的 很美味 我的锅脑肉就已经做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颜色非常鲜艳 而且味道呢也非常棒 那么现在呢我替大家尝一尝 现在我们来找一块这个 找一块小肉 其实吃这个菠萝锅脑肉呢 我最喜欢就是里面的这个菠萝 搭配肉一起吃 嗯 果香 花香 因为我们放的蜂蜜 还加上非常非常嫩的这个肉在里面 非常非常棒 你学会了呢一定要给你自己的家里饱啊 试一试 嗯 菠萝锅脑的做法非常简单 快带着这个食物到你的厨房烹饪吧 节目下方有更多的美食视频 等大家收看到这里呢 别忘了订阅 烟烟付出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需要准备哪些食材 那在这里呢我准备的有猪内籍这种小礼籍非常嫩 我们这里呢有两种甜椒 菠萝 洋葱 面粉 淀粉 泡打粉 料酒 生抽酱油 我非常喜欢的蜂蜜 糖 水淀粉 盐 黑胡椒 还有一些油